大家好 我是K-Wong 今天主要是要講那個 如何用Lowback來串接你的各種網路服務 那因為現在其實B Theta的時代 然後再加上說 因為現在像ELK 大家如果在玩那個分析LOG的話 大家會知道EHRK它是從一堆LOG裡面來蒐集 然後去做分析 除了這種東西以外 因為這個LOG其實它是算滿有意義的一些內容 所以今天會教大家怎麼去用這些LOG 然後去串各個服務 像可以串比如說你可以跟Rame一起串 你可以跟你的簡訊一起串 那這個要怎麼做 那大概來介紹一下 好那我是K-Wang 那主要是現在在三組資訊工作 對那主要這邊是附著後端 然後像Hadoop ecosystem的部分都有在涉略 對那主要是HBase這邊 那稍微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那我們公司是三組資訊 那因為其實我知道今天也有一些是我們公司的前同事 或是現任現在的同事都有過來聽 對就是我們公司其實做滿多東西的 那主要現在是有一個是雲端的叫Q-Me 那我們是跟中央電信合作的一個企業其實通訊 對那再來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公司其實做滿多是簡訊 大家可能有穿過我們三組簡訊 對然後再來就是你們如果有買那個股票的話 因為百分之百都是我們 百分之九十九 應該都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對然後再來是行動銀行 好那還有一些其他的相關的一些app 好那今天的題目 今天的那個幾個大綱大概是 第一個是先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Java裡面的loger的framework 對真的是簡單介紹 因為其實我也只用過loadback而已 對 好那再來是講一下loadback的內部架構 然後最後是如何去用loadback去串各種的網路服務 好那loger的framework其實現在大家都常在用那個 比如說你們會串一些第三方的一些用dependency進去 那其實現在比較常看到的像是slf4j Jclserv1.show 然後或是jcl就是java原生1.4以後才有的一個loging framework 然後或是log4j 第一代跟log4j.2 對那後來是今天講的重題就是loadback 好,那這東西其實大家都常看到那麼多的framework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去使用 因為很多的library其實常常都是互相搭 那你會變成說你的那些log的format都會變得不固定 那今天不會講要怎麼把那些format把它弄成一致 因為這個其實網路上很多文章 因為那個中國那邊的文章像csdn那邊都有蠻多介紹 我後面有reference,大家那個會有可以看 那其實剛剛講的那些framework其實分成兩類 一類是屬於interface 就像那個slf4j 那它主要是用像那個用forsal pattern的方式 然後提供interface 然後跟其他的logger的framework去串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jcl 對,這個也是apache他們用一套跟sf4j類似的library 好,剛剛講的是interface那一塊 那implementation的部分其實就比較多 像是今天的主角 這個稍微稍微等一下會講到 然後再來是jul 就是我剛剛講到1.4以後的native的那個logger的api 然後log4j1 查一下資料它是在2015年的8月 就去年8月就已經ul了 所以應該是大家現在都真的要轉 可能就轉到那個logback或是log4j2 對,現在應該大家都會比較朝向這方式走 好,那這些東西都其實 就我就不管這些了 好,這些實在會有 蠻多要去串的話 這個我就先不理去講lowback這一塊 好,那大概提一下lowback的內部架構 是大概長什麼樣子 它其實分主要幾塊 第一個是logger logger就比如像說 你們在那個程式碼第一行 可能是個private static的final 然後去寫log的那個 那個其實就是你要把你的context 然後丟到那個log裡面 對,這個就是這邊講的那個logger 就這一塊 好,那再一個是appender appender它其實就算是 像是我們 這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那它主要是把你的各個的log 因為它每一筆log都叫做一個event 它把這個event要傳到什麼地方去 比如說像這邊有提到一些像 它內建的 比如它可以傳到 像大家都用 傳到console啊 或是file啊 那file它會分那個rolling file 比如說我每個500mai 或是每個多少它會換檔案 或是像可以存到db去 或是像jms 或是一些像syslogger的一些demon這樣子 那這個是logback內建的一些appender 那今天就是要講 怎麼去實作這個appender 好,那再來一個是layout 那layout是什麼意思呢 像大家如果在用logback 或是其他一些log服務的時候 會發現我們要訂那個log的format 就是你那一行的log format 要長什麼樣子 像比如說你先加時間嘛 然後加你的threadnet 然後加你的message 或是你的stack trace 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個是幫你做format 然後把event的資料 然後把event的資料 轉成真正你要output的stream 那stream再傳到我們剛剛講的這個appender裡面 好,主要是分這三塊 logger、appender跟layout 好,那它其實那個logback它的flow大概是 這是我從那個logger的官網上抄下來的 那它其實就是說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那個logger它的那個logger 它會先去看 因為我們其實 就是那個一般的logger它都有分幾個log label 比如說info、trace、debug、warring跟error 對像這幾個log label 那它會先去前面這兩個就是剛剛講的logger那邊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判斷說 我現在在的這個log level跟 我設定的log level跟實際上AP那邊傳來的log 比如說要寫log.info 它會先去做一些判斷 然後讓這個log看說它到底要不要往下去去 pass到appender那邊去做處理 對,那後面會有那個情緒圖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好,那如果確定要往下去去處理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建一個那個login的event 對,login event 然後最後是把它這個login event 然後丟到我們的appender裡面去 然後再來就是說 把這個appender裡面會用layout 就是用layout然後去做format 然後最後再把它這個login event 轉成shrim之後的資料丟到appender 就是用文字講是這樣子 那其實大家看圖的話 其實長得像這樣子 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都是那個log在做的事情 對,這個也是從官網上扣下來的 應該在第二章 那官網的資料我覺得還蠻詳細的 對,它這邊是從 就是剛剛講log 去判斷剛剛log level這些相關的內容 好,那後面的這一張 這張就是剛剛那個 這張這邊這個箭頭之後過去 主要是像這邊這個樣子 那這邊就是做for loop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appender接到event之後 它就一直做append 就是一直把那個event 把地一直累加上去 所以這邊會是一個for loop的形式 這個是主要log back它的運作原理 那裡面當然很多細節 因為我也沒有去看 所以大概就是照它的那個架構圖這樣去做定義 好,那再來這邊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你要如何去用lowback去串各種網路服務 那其實一開始在 一開始會想要說用lowback去做串網路服務的時候 就是因為之前有看到網路一些文章 然後是說 像比如說我用remine 那你又有production的那個server 那你要怎麼知道像這種如果有問題 比如說production上面如果有bug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即時回應給開發者去知道 或者是你等於說你在DEV的環境上 你也可以直接用直接log的資訊直接傳回去 所以那時候想到應該有一種類似 log可以直接回傳到remine或是等等 就是類似像webhook或是API這種的內容 所以才會想說去用 因為我們自己在開發是用lowback 所以才去研究一下要怎麼去做custom append 那其實有lowback的append它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lowback design 就是大概如果在做lowback的時候的設定檔 那這個設定檔其實 我就講append那一部分就好 因為其他的地方其實 果然我還是換白底的 因為剛剛在geater上面有人說 剛才看了一下其實黑底有些問題 白底就沒有syntax還來 因為我剛剛才花了十分鐘去改 好長得像這樣子 那這個appender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些形式 那一般來說主要是class這邊 因為class這邊像我們用的那個官版的appender 它這邊就是寫什麼 他們的class name 比如說這邊是rolling file 或是console appender 或是等等之類的一些appender的形式 那前面這個是它的name 那這個name是要放在 它其實下面有另外一段叫做root的那個地方 那我這邊就不介意不講那些東西了 那主要是講appender這個裡面的 怎麼去做設計 那像我這邊是以我自己開發的那個 lowback raymine appender為例 好那這邊其實我們在串 串raymine的時候 如果大家自己有串過其實第三方服務 你當然知道說 那個第三方服務的那個domain 比如說它的token 然後等等像這類的質詢 那當然raymine也是一樣 因為raymine是我們是自己建在公司內部 所以當然這邊是用私有的 我們自己的server 然後這邊是api key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token 或是那個清廟 對然後這邊是一個project id 因為大家知道有中國raymine 其實都知道說 它的上面其實會有分很多不同的project 或是subproject 對所以這邊是project id 然後這邊title主要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 因為raymine它是一個issue一個issue 我是把它的title定 比如說我就固定叫做lowback 那個raymine appender這樣子 然後 only error這個東西它其實 它就 我會比較把它解除說 因為 我們不是所有的logo都要放上去 因為像我debug了logo 不用放到raymine 因為raymine主要是 我可以去追bug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這邊只要設定說 我只要有error-level的 我才做append append到raymine上面去這樣 那我這邊也做了一些設計 比如說我可以 這邊沒有寫到git的部分 像這個後面等一下會提到 我會把它跟那個git的repo把它串起來 然後讓大家 在看那個stake trace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去點 好那 當然encoder這個就是 你要怎麼去做那個layout的形式 像我剛剛說 這個patter就是 yyymdd 然後後面加message 對這邊我就 沒有把它另外列出來 好那 剛剛看到的這個 XL 它其實 大家會看到幾個點 它跟 跟我們現在 呃 看到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像是說 它是 那個 駝峰狀的 那些 那些 take net 駝峰狀的 像這個 API key 或是project id 或是only error 這是駝峰狀的那個 變數名稱 那這些名稱 是到時候要放在 appender 真的在寫code那邊 然後它 可以去用 駝峰的形式 然後去做 那 再來就是用這些設定 用java beans的 那個conversion 比如說我要設定 剛剛講的那個 title 或是only error 這類的東西 我可以去用 setter 把它設定好之後 然後 那個 那個appender它自然就會讀到這些內容 讀到這些資訊 然後再來 它是 只有tag的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 它是xl的 xl形式 可是一般xl它會有 除了tag以外 它有那個屬性 attribute這一塊 可是 在我看到 以lowback 它appender裡面這邊的 設計方式 它是沒有 沒有放 那個attribute 所以我們要不要直接去讀 attribute 好 那 其實 lowback它有另外一個叫做 JORN 這個 這個 其實也還沒有 還沒有研究到很深入 因為 我原本以為它是可以 去讀那個 我們自定義的那個 像 我如果有attribute的話 我可以去讀它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 這個它好像其實是 要放在另外一個檔案 比如說我可能叫 abc-xl 可是這個就跟我們 現在 如果你是要無縫整合的話 我就不想要另外 另外多一個xl檔 那我就 這個就捨棄掉 因為這個 這個我還沒有去 真的很多研究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這一個 那也是在官網上都有寫到 好 那 再來呢 這個是 code的部分 Javacode的部分 那主要 一開始 好 那我就 當然我要先去extend 它叫append the base 對 然後它裡面會掛了一個叫 ilogin login event 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login event 它會把它credit 從 login 把它傳到我們的 那個append裡面 它的那個 interface 長這個樣子 好 那 它implement的時候 它主要就是做 它extend的時候 它會去做 這個 這個implement 那這邊就是主要 剛剛說寫 log的那一塊 可是除了這邊 因為這邊 剛剛講 它是會一直做 做 looper 它會一直去做操作 所以呢 它其實 這個pand它有另外一個 master 叫做 star 這邊 insultization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做一些 預設值的 載入 比如說 我要 我要去 我要去判斷說 這個 我的 remite server 到底是有沒有起來 沒起來 我就不要送了 那後面這個 那個append這個我也不做 那 這邊 這個star這邊 要怎麼做處理呢 好 那 有幾塊 第一個是 官網上的寫法 他們 他們的 那個標準寫法 其實都是像這樣子 就是 我會先去看我的這些properties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幾個變數 然後去看這些變數呢 它是不是有在 有在那個 是不是有效的 比如說我剛剛 API key 我一定要輸入嘛 不輸入我就沒辦法用 對 然後像 如果那這些如果無效的話 我覺得這邊要 adderror 那這個是 那個 appender base 它裡面會直接 有提供的一些master 那我這邊就 直接不做 就直接做return 那這個 adderror 它好像就會傳到 你其他的 error那邊去 那其他的那個 appender那邊去 好 好那再來這邊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寫法 encoder 跟它的 layout 主要這邊是幾個固定寫法 然後最後才是做真的 因為前面是trick嘛 那後面才是真的去做initial properties 對那這邊是 initial那一塊 因為這邊只會做一次而已 所以這邊就 比較容易的 去做處理 好那再來是 我的appender 那其實這邊 這邊 write log 它其實 呃 說明了 它其實就只有兩行 第一個是 你要先把 那個 event 轉成 string 就是用我剛剛講的 那個 layout 轉成 string 另外一個是把 這個 log 寫到某個地方去 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有 那個 我真實的 那個 source code 可以看 對那其實它 其實這邊就只有兩行 而已 那這個裡面就是 就是大家各自去玩 比如說我要 串到remite 我要串到trail 串到stack 對就是在這個地方做 做這一段 那上面這個就是 自訂格式 好 那 因為我們要 制定那個 format的關係 那所以 我們其實要先了解一下 我們的 那個 lowback它的stack trace 是怎麼跑的 對那這邊其實 是一個比較 就是蠻 蠻標準的一個 stack trace的 一個範例 好那這邊 第一行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 event 這個event 然後下面的 那個 message 跟stack trace 就是它長的那個形式 那我就來大概解釋一下說 這每一個 它們分別 分別是怎麼 你去用 iloggin logger 的那個event 把它拿出來 好 就可以看底下 iloggin event 好 第一個是前面的 那個 format 是時間 它直接拿 type stamp 然後你再用 那個datetime 或是等等其他的 一些 日期轉換的一些東西 就可以去轉 轉出來了 對那再來是 你現在這一個 這個log 它的那個 threadnate 叫什麼 像這邊就在man 因為我是直接 就很簡單 一個測試的 方式而已 然後這邊是 我是屬在哪一個log level 那這邊是用error 對那 再來就是說 這邊loggenet 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context的那個地方 就是這個loggenet 我要怎麼去做命名 那它會把package net 也跟著拿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 那個message 我們在寫 log.error 括號 然後前面擺 那個loggenet 後面擺 擺那個 這個是message 最後再擺 那個throogle 就是它大概會長這樣的形式 或者如果你是兩個的話 就是loggenet 跟後面是那個message 或是sorable 對 它們都有很多種的那個 很多種message 可以去運用 那其實呢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我們在loggenet 上面看到 它有一個叫做pattern的那個 那個變數 我們就會自己去做定義 對那這邊 這些的那個format 也是在loggenet 可能資料上都有提到 對 好那 剛剛那邊講完之後呢 我們要看這一行 就是sorable proxy 對這邊說 我現在到底是 到底是 哪一個exception 被拋出來了 好那這邊 這個叫proxy.clax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sorable 它的那個class name 是叫這個樣子 好 那一個是叫proxy的那個 message 這邊就 oops 這邊其實就 還好 好那 後面這邊 就是大家看上 一長串的stake trace 那當然只有前面 man前面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比較在乎的 或者是 因為有些framework 是我們 比較不care的 因為 你真正在用的 大部分 正常狀況 只要 那些 大廠的 那個 library 如果是沒問題的話 大概都是我們 我們自己 程式的問題 所以這邊大概是從 我們自己的 package name 往上面看 對 所以等一下後面會 稍微提一下這一段 好那這一段 這邊其實就是說 我的這一段 它其實就是 我把proxy.getStakeTraceElement proxyArray 就是很長的一段 這邊n就是 看你有幾個啦 對 這邊就自己帶 然後後面再 getStakeTraceElement 那這邊就是像 這邊是Element它的classNate 就是我遇到的那個StakeTrace 它一直往上面拋 經過的那幾個地方 MessorNate 對 我們是在哪個Messor出錯的 然後 FileNate 就是你在哪一個檔案 這就是你的LineNumber 那其實這一整行 它其實就可以叫做 Element.toString 因為我看它的SourceCode 直接可以用這個去做代替 對 所以這個其實 就還蠻方便的 可是像如果這些東西喔 如果你是有Custom Obs的話這些是 必須要去理解的 因為你才知道你到底要送哪些東西給對方 或是你想要的那個網路服務 好 那以我開發的幾個Appender來講 像我做了剛剛講一個Raymine 一個是SNS 那SNS當然用 用我們自己家三組的那個前訊 對 那它其實 以Raymine Appender 它有 它其實就有一個功能 是說我把 一樣的StakeTrace把它Merge在一起 就是因為每一個Raymine 它都是用一堆issue 去組成嘛 那如果你在執行這個功能的時候 它發現 你每次執行到那一行都出錯 那你總不可能 所有 你在那個Raymine上面的那個Call 的那個issue 被吃滿滿 所以這樣其實會有些問題 所以就想到說 我是應該要把這些東西把它合併在同一個就好 這樣我其實我只要追 追那個issue就可以了 所以它會在 在同一個issue裡面去做 那這個做法其實 其實也滿簡單的 就是說 我把它全部轉成那個hash 我看它的hash到底是不是一樣的 就是這次來的event 跟下一次來的event 我就把它hash都存在一個map裡面 去看那個hash是不是相同 相同的呢就把那個event 就append到我原本的這個issue裡面 對這樣就可以做到說把它merge的這個效果 好那剛剛說到這個git repo 我也可以 因為這個git repo 就跟我們剛剛講那個stack trace的那些東西有關 因為畫面上會變這樣子 我想要把 我想要在remite上面直接點hyperlink 然後直接連到 apptest點加吧 這個檔案 因為它傳來都是stream 它沒有做 它沒有加那個hyperlink 那個語法 ahref沒有 所以變成說我要去 把這一段把它拆出來 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所以會做這樣的一些處理 好再來是nesty的tag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看範例就知道了 那sns的appended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就是要看你的情境來講 因為像 你在發簡訊的時候 你不可能把 你的這個event的stack trace 透過一封簡訊丟出去 然後你看到簡訊才知道說 我這邊好像系統有問題 因為你在手機上看那個stack trace 會有些 會很奇怪 所以變成說 而且你的簡訊費用會爆增 因為超過一百四十四個byte 所以這個會很恐怖 所以我這邊就把它做了一些格式的轉換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那個sample 所以我這邊有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這個跟這個link stack trace 它會都是要去做output那邊的一些整理 再來這個講log level 是error的時候我才送出去 好 那這不是demo 其實就是看sauce code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算了還是給大家看 算了還是給大家看 欸 這邊應該會開始wrong 那這邊就是講說 我的那個變數怎麼設定的 然後這邊是講我 我的那個remind的pand要放在上面 然後這邊是我測試的code 然後去執行 執行完之後這邊 然後refresh 然後看到這邊這一行就有了 這邊就有我所有的那個stack trace 啊因為你丟ray卖 其實你丟全部的其實沒差 好那 那我直接給大家看 這邊長的形式 先看xml 剛剛講的git的這一塊就是這樣 那個nasty的tag 就是他也是要另外產生一個class 然後可以把詞塞進去 對那這邊就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放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我的commit hash commit的那個share1長什麼樣 那這邊當然是人工去做啦 因為我沒辦法知道我現在 我現在的這一個 現在的這一個AP 他到底是用 他的source code會放在哪邊 所以這邊都人工去處理 就是一個比較笨的 可是不得已的方式 好那再來這邊appender 那個ref ribben.remine 大概是這樣 然後上面就是其他的appender 然後source code的部分 看一下source code 先看tag這邊 我剛剛有個git的嘛 他這邊就是string report.me 跟parent.directory 就是java.beams的標準寫法 就是java.beams的標準寫法 那 組成是在這個地方 那 因為我剛剛有蠻多的參數嘛 所以這邊 下面這邊都是我的參數 很多 然後因為我有串那個 一個叫做remy remy API 就是有一個library 然後這邊就做了一些調整 然後我們看一下 重點的部分是 像我這邊我要做 做那個format的轉換 這邊就做那個dat的format轉換 然後這邊是說only.error的那個參數的東西 比如說 如果現在你進來的event 它不是error 那而且我剛剛的only.error 又是等於true的話 那我這邊就不做 這邊就直接return了 那如果不是就是往後面跑 然後這個是剛剛提到的hash 就是我可以去判斷說 我這個hash 到底是不是我原本就有了 我可以判斷 我可以知道說這個 這個內容 是不是有沒有必要 去new一個新的issue 或是我直接append在原本的issue上 那這邊如果是issue 等於new我的話 就是create new 然後就append到舊的 這邊大概 就是做了一些 一些處理 那這邊是剛剛講的那個navigation 就是我可以點hyperlink進去 然後這個是屬於remite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sns的 sns的部分就比較簡單 因為我只要去調整formate就好了 我把formate轉成這個樣子 這雖然 說到的人會覺得莫名其妙 這到底是什麼鬼 可是其實 因為你的 我剛剛講的 因為你的簡訊就是只有 那麼長的資料限制 所以我就把它 轉成像這個是 那個年月日 這個是我的titestamp 然後那個threader的name 然後 因為那個loglevel 其實用一個byte就可以代表了 那這邊就是 使用者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知道 欸我到底是 我已經出error了 對 所以這邊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soluble plasty 跟stack trace的element 然後去做一些 對應的處理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因為 這邊的內容其實也 說back其實也蠻簡單的 它其實就 username facebook to title 只是title 好像不然 發現這個其實沒什麼用 對 因為你title加上去只是 圖真 簡訊的 byte數而已 就浪費掉了 好 所以這邊大概是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 one more thing 那 今天其實除了講這個以外 那 因為我看 我做這個 loadback的 簡報之後 我發現其實有一個東西可以做 因為 因為 我覺得說 像這種load 你沒有辦法從 使用者它直接透過push 傳到我的手機上面去的話 那這樣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 就 好像應該可以做即時的觀看 雖然跟剛剛簡訊 因為剛剛簡訊是因為 費用的關係嘛 所以 資料量不能傳太多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它其實可以 做一個 有效的處理 那 這就叫load push 那是最近才做的 它其實是 alpha中的alpha 還很早期的code 大概花了 一兩個禮拜寫的 原來這個 這個包含了 那個server端 然後android那邊 還有我的library 這其實有三個部分 好 那我來給大家操作一下 開一下 那個叫 Visor 好 然後我開一下 我的那個 測試的code roll back push appended 這saucecode 因為 好 就是 很糟的關係 我給大家看一下 saucecode的roll back roll back roll back 插引流那一段 那大家在使用的話當然是只要 因為你是用它嘛 你不是要開發它 所以在roll back 插引流這邊 其實只有一行 就這個 就是加我的那個 lock push 的 那個token 好 那 這個是怎麼運作呢 我直接 看到了 上面有一堆東西 我先把它全打掉 好 現在上面是空的 這樣 那 怎麼跑呢 那 那 原則上就是我這邊送 送出了exception 之後 等一下 我寫 log token 沒放上去 好 那這邊就是我把 token 接下來 放到 roll back 的token 咦我已經放了 對 那就這一段 好 然後我執行 這個test 等一下 可以 如果有 好 我剛剛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 我丟了兩個 wrong time 嚇疫力出來 那 這個 真的是 這個是 因為 在notify 可以上面 它其實不能放太多東西 所以 我也沒有把它全部 我只有放三行 就是剛剛列的那幾行 那點進去之後 還沒做 它其實 在這邊 那這邊就全部秀出來了 那因為 早期版本 就是一個人做 所以很多東西都還沒挑 像這邊就會寫到說 這邊就是剛剛 真正的那個 log的內容 那其實後面還有很多東西要做處理 像光是這個intent進來就 就有問題了 那這邊其實有幾個 東西大家可以講 就是說因為我是用token 的形式 那我們回到這個網頁來看 這邊這個 我這邊有分 environment 就是說你雖然是同一個 同一個那個網路應用 可是因為你一下在測試 測試機上面測 一下又在putation上面去做deploy 那所以你這些 Arolog應該都要收回來才對 所以變成說 我可以針對 我是屬於QA端的 我就可以比如說我可以增加 增加幾個 比如說增加三四個 比如說四個人 他是需要做QA那邊的 看那個 看這個log 那putation可能只要兩三個就好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去做處理 所以原則上我在這個地方 加入 當然這email不是隨便亂加 當然是要註冊logpush才有 結果這邊加了 有註冊logpush的人之後 那他在灌我們的 剛剛講那個logpush的app 那他其實當那個token 如果發生問題 就如果他有發生Arolog的時候 他就直接會送到 那幾個人的手機上面去 那他其實就是 對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後面還有很多東西要做 所以這個因為問題還不少 所以就後面再來看 好 那這個是logpush的live demo 好 那這其實有幾個點 第一個是剛剛提到的一個AP 他有multical environment 就是剛剛講到QA 然後那個 或是production 或是stage 等等的環境 好 然後一個evilament 他有很多subscription 他其實 因為我是用FCN去做的 所以他用XMPP的方式去做這個subscribe 或是unsubscribe 其實還蠻方便的 最近在看這一段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好 Raceful API 可是因為現在只有 現在只有做到那個 loadback 因為我對其他的 其他的不太熟 對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比如說iOS 或是等等 比如說 NodeJs說不定也可以 都可以串在上面去 做這樣的處理 然後後面 就還不知道 對 就慢慢來 好 那就剛剛講的那個 要怎麼去做設定 反正就是 怎麼寫到胖 應該是loadback 差點 喔 這胖沒錯 好 這是loadback差點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Token這個地方 好 那這邊有幾個定義 我大概講一下這個架構 大概怎麼跑的 AP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網路應用 那LogPush Server 這是用NodeJs寫的 FCM Fabase Cloud Message 對 跟Mobile Device 因為我只會寫Android 跟Java 我只會寫Java 跟NodeJs 對 所以這邊是先用Android 隨便多一個出來 好 那 他的flow大概長這樣 我在AP做了一個 log.error 那他就送 送那個log到 到LogPush這邊 然後這邊他會送到那個 Fabase 就是FCM這上面去 那他當然就會 去找到說 你有Subscribe 這一個topic 的所有 所有使用者的手機 然後去做 做發送 然後做 做 做那個 送訊息 然後再來其他功能 像是我在手機上面 直接要去拉 這一個Token 所有的 歷史Log 我就直接用一般的Restful API 就OK了 好 那 大家有空可以 玩看看 對 QRPO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0.1.0版 都還沒改 還有很多問題 然後 不知道 這個我上網 隨便找一個icon 自己隨便拉一拉 找其版本 請小力編 這個 其實就是會 持續再 繼續 繼續做下去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自己覺得還不錯 對 可以 方便 可是這 只對開發者來講 可能是可以很方便的去看說 這些的 東西要怎麼做處理 好 那這邊是相關的reference 主要 主要 我剛剛講的是說 我用Logback 然後Log4j 這些東西 這邊 他們有去 你看都是中國的文章 他們有介紹說 我要怎麼去把 這些東西把它串起來 就是用一個很完整的方式去做整理 然後再來其他就是Logback 他的官網跟Logpush的東西